如果今天希望,想要把礼拜六、礼拜天给不一样的颜色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第一个,请各位先把这个范围先选起来 你要格式化的范围,就是从1月1号Ctrl Shift向右、向下 整个范围把它选起来 Ctrl Shift是选取的,向右就整个向右到最右边跟最下面 选取完之后,设定格式化条件,这边有个新增规则 规则的地方,礼拜六、礼拜天 可是这里也没有什么可以用的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值里面,你没办法判断 它不是一个数字,所以没办法判断 这边你可以用最下面这个,使用公式来决定格式化哪些储存格 所谓的公式,刚刚我们也用过一个函数 只有内建的函数里面可以判断礼拜六、礼拜天的函数 刚刚有用过嘛,就week day 那如果这个地方,不过它的麻烦点就是说 它不像上面它可以插入函数,自己可以带出一点东西 它不行,它要自己手动要打 所以要怎么打? 第一个,等于week day 所以你这个地方,必须要自己打上week day 刮斧 它会要你先指定一个储存格 通常我们会以左上角那个储存格 就是这一个,当成我们的范围基准 所以A2好了,假设我今天 我是以A2当基准 它会自动延伸全部的那个范围 如果等于多少? 等于 假设底半六的话 它应该是多少? 七嘛,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打错了 OK,等于七的话 那设定格式 格式的话 当然你可以填满 比如说底色 假设底色字型的部分的话 假设我给它一个绿色的字好了 填满的话填一个浅绿色的好了 类似像这样 然后按确定 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样的格式 就是深绿色的字,浅绿色的底 类似像这样 按确定 先把这个先复制一下 因为等一下可以少打很多字 按确定 好,你会发现 礼拜六有没有 通通都改变了 那礼拜天怎么办? 一样,在新的规则 在一个公式 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改成什么? 礼拜天嘛 一 然后格式就是 底色的话 也许这个是填满 黄色好了 字型 色彩是红色 就是黄色的底 红色的字 就像这样 按确定 那你把它移开 OK 就全部做完了 所以 以后呢 你只要给一个范围 给一个条件 那那个条件呢 如果是需要用到 函数像日期 那个哪 礼拜几礼拜 用Vic Day 那判断完之后 就自动 帮我完成这件事情了 OK 那当然 这个部分呢 能不能用VBA来撰写呢? 当然也可以啦 如果等一下我希望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呢 不过我建议你们 这个工作表可以先再复制一个 Ctrl鍵按住 再复制一个一模一样 然后先把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清除掉 清除整张工作表的规则 先把它清掉 假设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产生一个VBA的按钮 按下去 一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要怎么办呢? 其实 这个立方的话呢 基本上等一下 从那个等一下的VBA里面可以学会几件事 第一个 如何把你指定的范围的列 跟列 就是for i 等于 2到32 那 可是蓝怎么办? 前面好像没有交到蓝 蓝的话 你可以再多一个J好了 以J当成是什么? 当成是哪一蓝? 第一蓝到第12 就是J等于1到12 那接下来 它就会自动帮你去抓到 Salesi 豆点J 就是第一个储存格 第二个储存格 它会一个一个帮你去抓出来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再利用if的逻辑判断 再配合weekday 如果一样的逻辑 然后如果等于 加weekday等于7的话 那你要做几件事 就是第一个 我们刚刚做的 其实也还 这个部分也还蛮常用到 就是说 我希望把它的底色 换个颜色 底色 OK 第二个的话 就是它的字的颜色 换个颜色 其实在你cell里面 经常会用到这些东西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会用到底色的话 你就要记得 在那个储存格里面有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intero intero的属性 你可以给一个颜色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礼拜六 就是利用 礼拜六的部分的话 就是利用底色 这个就是底色 我们是用一个就是 淺绿色 那淺绿色的话 我怎么知道这个颜色 怎么加进去 如果你以后看到颜色的部分 在VBA 你要记得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也很好记 叫RGB 实际上RGB 就必须要给它三个数字 RGB 实际上就是三个原色 红绿蓝 给三个原色 这个数字最小是0 最大是255 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颜色是哪个数字 这个颜色是哪个数字 其实如果可以给出RGB的话 那我就可以组成这个颜色 并且倒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了 对不对 所以要怎么知道颜色呢 其实很简单 在这上面 你把它点击 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里面 各位可以找到淺绿色 假设是这个好了 那我怎么知道它的RGB是多少 选它之后 选它之后 切到旁边的质地 看一下 有没有 R204 255 204 原来浅绿色就是 绿色全部满的 然后其他两个颜色 大概差不多200左右 对不对 那如果是深绿色的话 那你就选一个深绿色 深绿色这个吧 反正你就选一个 制定一下 把这个数字记一下 放到那边去 你颜色就有了 所以恐怕你要做颜色之前 先把颜色记下来 然后再来就加上去就好了 那我们实际上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我们前面教过的 多一个蓝的观念 然后记得 请你先复制一个新的工作表 把设定格式化条件先清掉 因为如果你没有清掉 等于完全没效果 好 那再来的话 程式部分一样 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云端上面 我有放了这一段程式 格式化日期 在哪里 其实也是一样 你往下找 应该可以找到这一段 然后呢 当然底下有个还原 有格式 有还原 这样好像感觉会比较全面 所以你干脆也把那个 还原的部分也把它复制一下 我们两段程式 也许将来可以两个按钮 好 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有没有看一下 那一样啊 这边的话我是用 底色的话 我就是用绿色 那礼拜天的话就是红色的字 255 00 R 然后浅的红色 好了 我用浅红色 所以这个255 其他两个是200 如果直接执行 一个是 for i 等于 就列 这是蓝 然后再来就是 先判断什么 如果 储存格里面的值 不等于空的 也就是里面有东西的话 才去判断 因为如果里面是空的 那就不需要判断了 所以 我这边会先做一层的判断 如果里面有东西的话 那再判断礼拜六 如果礼拜六 那怎么判断 用weekday 把sales ij 就这个储存格里面的东西放进来 如果等于7的话 再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 记得哦 点form 点color 这个地方 然后等于rgb就可以了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打的话 可以这样打 其实不用死背 有时候我叫sales 点 它会跳出 打一个f就好了 再打一个o phone 按空白键 back一下 再点color 有 有 它这边有提示 然后再刮壶 不 等于rgb就可以 你就打个rgb rgb 前刮壶 它会提示 你红色是什么 我要红色的字 所以这边 绿色的字 就是0 255 0.0 刮壶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如果你sales 没有刮壶 的话 它会是全部的字 所以记得把它刮壶一下 再补一个i 0.j 那你想说 老师那你为什么这个最后再打 那道理很简单 因为如果你加了刮壶之后 你点下去 它不会提示 这是vba 里面的一个特性 你点 可是你点问 你没有sales i j 这个时候点会提示 里面的话 你可以做很多的 它会提示你哪个方法 跟哪个属性 OK 那这边的话 全部打完之后的话 那我就试一下 一个看一下 礼拜六 就帮我提 礼拜天 直接执行 它会直接 帮我把所有的储存格都扫描过 判断 加上颜色 全部都加上去 OK 它的行径方式是一个 一个 先这一列 跑完之后 再跑下一列 先把日期抓过来判断 是不是礼拜六 不是的话 那就什么事都没发生 如果是的话 那就给格式化 OK 那如果要清楚的格式的话 就是把所有的底色 字的颜色变成什么 那个黑色 底色变白色 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做 然后这边还原一下 直接执行 全部都还原了 OK 全部就 OK 那这样的话 两段程式 最后当然 可以的话 你在旁边再加个按钮 一个按钮 两个按钮 按下去 它就自动完成这件事 好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两段程式 当然你也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那规则的话 固定就是先列再燃 然后再判断 那判断的话呢 我们先判断 如果不是空的 才去做日期的判断 所以这边的话会有两重 一幅 第一个就是如果没有资料的话 那就跳过 那再来就是针对那个字的颜色 跟字的底色 去加上颜色 那其实各位只要记得了 以后呢 如果想到VBA 就Excel里面的颜色 就要想到RGB就对了 反正基本上 在那个Excel里面 VBA里面 你要加上颜色 最简单的方案 就是RGB OK 当然还有别的方法 不过我不建议 因为别的方法 像有个QB Color 它的颜色真的太少了 16种颜色 而且颜色都不漂亮 所以我觉得 你干脆就记RGB算了 以后反正只要想到颜色 那无论是什么 字的底色 就是Intel.Color 给它一个颜色 或者是Form 字型的颜色 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其他还有 像比如说某个范围的颜色 某个列的颜色 某个蓝的颜色 或者某个工作表的颜色 完全都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试着 用云端这两段程式 试试看 当然最好 如果可以的话 回家有时间 自己再重新key过 第一个当然就是插入模组 再插入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 就是格式化日期 然后 然后 把那个规则 把它一个一个 因为我们时间 不是很足够 所以我就不足行打 那这些程式 全部都是 我从头到尾打出来的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做的 不是说 从哪边复制的 那规则都一样 反正你就是 照着做 有点像是 你跟Excel VBA 做沟通 他看得懂你的要求 就会帮你把你要的结果给做完了 OK 一个叙述 另外就是说 说牌很重要 还有就是 注解 像我上面 绿色的字都有注解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看那个注解 那我的习惯是12345 我大概做什么 其实就一目了然了 那以后的话 如果你们要把 这一些VBA程式做变更的话 其实只要改动 比如说 列不一样 那你就改不同的列 蓝不一样 你就改不一样的蓝 然后条件做变更 这样的话 就可以达到你要的这个结果 其实这个我想 在很多工作上面都会经常遇到 你要把 可能 某个范围 某个四算表范围里面的 某些尺 做不同的格式 比如说 这个范围工作表里面 有 如果 数字 可能大于一万 请你把这个 一万 大于一万的 用成绿色的 比如说 小于 小于多少 小于一千的 帮我用绿色的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一样可以改写 你看 你那个范围的 蓝 有几蓝 列有几列 改一下 改一下 然后 给个不同的条件 结果 做出来 其实就是 会有你要的效果出现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就除了说 用设定格式化条件之外 也可以用VBA来做 我建议你在做这个格式之前 记得就是要先 复制一个新的工作表 复制一个新的工作表 复制一个新的工作表的话 就是按住工作表 同时按下Ctrl键 然后呢 记得再把那个格式化条件 先把它先清除掉 否则你等一下做的VBA 它做出来效果 就完全没办法看出来 为什么 因为格式化条件 它里面是 没办法用一般性的清除 你一定要用格式化的方式清除 才可以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